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己的能力 除了到美国表演 信望爱学员的孩子们 每年都有一次独人车环岛活动 50名少年用独人车绕行李导传福音 宣扬更多爱与希望 谈到独人车环岛活动 在信望爱少年学员中 服务满一年的流通老师表示 不管这边任何一个老师 都是这样子在陪伴学生 你再怎么犯错 可是我们就一次一次一次 一次给你的机会 虽然有时候对你极严厉 可是事情过后 我们还是在跟你细细啊 那我在少年学员 待了将近12年 然后在这边跟一些自信私养的 还有一些所谓的飞行少女 综统生一起相处 那我们的相处模式 就是用家庭来代替 一般所谓的刻板印象机构 机构的方法 我们都是以家庭 就像我跟我太太啊 我的小孩啊 就在这边跟他进行教学相対 靠起了抽烟 然后后面 就开始一直抽啊 抽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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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也会反了 然后就想借啦 然后就对身体不好 然后就运动的时候 就身体会感觉就这个虚啊 然后就会想借啦 借菸嗎? 借菸喔 剛開始借很難 然後後面一直運動運動 就慢慢的 就恢復身體就比較好 就是跟他一樣 跟家俊一樣就是 自己很好奇 就是那時候他比我早借 我就想說 我又有點不想借 然後 我跟家俊說 我一個月抽一次 然後家俊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要一個月抽一次 不如直接借掉比較好 那時候我就想說好吧 借看看 那我們這邊是全部的開放空間 那我們希望借著開放空間 讓孩子重新認識一個家庭 在家庭裡面 見過一個有家的歸屬感 因為我們孩子的共同差異性 就像從來都沒有家的歸屬感 家對這邊來講 都是一個傷害的環境 而不是一個幸福的群體 那如果在安置的期間 讓孩子感受到家 的替代性呢 所以夫妻在少年圈 就變成一個重要的侍奉合場 台灣警告記者陳昭瑜黃正佳採訪報導 就算了